鐵門拉了下來 原本幾乎每天營業的攤販 如今暫停營業 因為多人吃了這裡的法國麵包 疑似出現食物中毒 衛生局人員貨報 使用工具裁檢 為的就是要釐清 到底哪個環節有問題 過年後出租的 有兩年多還是一年多 那平常有發生過這樣子的事情嗎 沒有 從來沒聽說過 我還說到這兩天 怎麼沒開門的 幾乎每天 沒事每天都有賣 25號晚間 民眾到竹北 一間市場攤販 買了越南法國麵包 吃了之後出現嘔吐 拉肚子 發燒等狀況 到26號晚間 35人先後就醫 5人住院觀察 總共採檢了12樣檢體 進行檢驗 那最快兩週 會有一個結果報告 警察初步發現 包含儲存的物品 食材和器具 沒有離地方置 共有6項缺失 要業者限期改善 否則依法最高 可出2億元以下罰還 這間攤販之前也在附近白攤 兩年前才換到現在的店面 在地經營十多年 傳出多人 持懷肚子是什麼原因 最快兩個禮拜有結果 TVBS新聞陳世民 何可言 新竹採訪報導